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圆圆屋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 三只猪仔 猪妈妈让那些小猪仔 搁起一座小房屋 努力地生活 猪哥哥他很冷哦 他找了一些茅草 适当建了一间茅草屋 猪哥觉得猪大哥的茅草屋不够坚固 于是呢他决定建一间小木屋 但是呢他就没有等到小木屋 看好他就走了去吃饭 猪小弟呢他就想建一间猪牙屋 他每天从早忙到晚 那些猪哥哥们就笑他老公来做 当猪小弟的房屋建好了之后呢 三只小猪就各自搬入了自己的身家 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夹上了他们 大灰狼才来敲猪大哥的门 猪大哥嚇到不敢开门 大灰狼用力吹了一口气 那间茅草屋就倒了 那猪大哥就慌忙地逃到了猪二哥的家里 大灰狼也跟了过来 博了命地逃到那个小木屋 那间小木屋就游游房房 最后呢也凶一声倒了 两只小猪又逃到了猪小弟的房屋里 大灰狼又跟了过来 他用来往猪牙房里撞过去 砰的一声大灰狼的颜头上 转了一个大包 但是房屋就是一点都没有动作 过了一会儿 小猪们听到烟通里面 传来大灰狼的声音 猪小弟和猪大哥们 伸出在座里面敏感烧起了火 而大灰狼伸着烟通往下爬 快要落地的时候 那些火一下子烧着了他的尾巴 于是他就吼叫着冲出了房屋 大灰狼再也不敢来了 猪大哥和猪二哥 也都改掉了冷散和猫夫的坏习惯 三只猪仔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好了 这期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